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 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 启示我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 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如果强盛起来 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 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中华民族的卸业中 没有侵略他人 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人民 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 也希望各国人民 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始终高举 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完善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